我們建議來講 當然不要說全部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上 不會說 請你所有的市場 全部都換成美金也不可能 因为你会保留一定的台币做生活的一个支用 那我们一般建议投资的来讲的话 比如说你总资产 不管你是投资股票啦 债券啦 基金啦 保单啦 存款啦 定存啦 活存啦 存款等等 这些的话 你通通把它当作币值的一个总概念 派出来看 也就是说 如果你把美金的总资产 跟非美金的总资产 各分一半 50% 那50%的话 你五年十年来讲的话 不会因为汇差 而造成了汇价 那个总资产的价值的减损 因为刚好它们都抵换掉了 offset抵换掉了 所以说美金涨 非美货币跌 对不对 美金跌 非美货币就涨 所以50% 50%的话 刚好就trade off掉了 就抵消掉了 所以因此来讲的话 如果采取这样的话 你长期的话 你不用因为汇价 而税的不安稳 你可以高整无忧 所以因此来讲的话 我们说把它打 PiTRA分成一半 是最恰当的 那如果非美货币这一块的话 你要怎么布局 我的建议是采333策略 也就是说你50%的话 也不要全部都放台币 因为台币毕竟定存利率 相对太低了 无利可抵 那这时候的话 你可以考虑 相对优利定存 优于台币定存的一些货币 那首选的话 第一个是人民币 人民币到目前来讲的话 定存利率都还远高于台币 那你也发现到最近来讲 最近人民币的走强幅度 远胜于台币 最近来讲人民币并没有因为 9月的恒大事件的影响而扁 它是不扁反升 但这个很奇怪 遇到重大利公 而不扁反升 那你就知道 后面的一个人民币是有利可毒 因为为什么 显然来讲的话 中国大陆在反应的 它本质的一个基本面 虽然美中贸易战 造成它一个紧张 那不过并没有减损 它的贸易顺差 你看1到9月以来 中国大陆的贸易顺差 还高达4300多亿 比去年又足足多了三成多 所以比台湾还更强 所以为什么 其实还可以解释 最近来讲的话 人民币走势比台币强的原因 就是有基本面的一个支撑 那再来的话 它利息好 所以我们认为说 首选的话 非美货币这一块 三三次要选三个货币 第一个的话 你选能币 第二个的话 我认为说 原物料会有行情 你要选择澳扭币 澳币或澳币 你择一就好了 你最近来讲的话 扭币的走升幅度 远大于澳币 主要原因来讲 是因为 纽有国看起来 比较会升息 因为它今年已经 采取第一次升息 所以未来来讲的话 它的积极度会比较高 所以你可以选择扭币 所以原物料 货币为主的扭币 扭币、澳币都会涨 那第三的话 当然就是 我们保留我们自己 三分之一 比如做台币 做生活上的一个支用 所以如果非美货币这一块 我建议的话 你采三三三策略 那美金的话 这一块的话 你要加重 让你的总资产部位 提升到50以上 不是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地方 是 的